主席有請蘇主委 請主委 主委您好 我想推動無線數位化的目標 應該是要把台灣的電視全面數位化 對不對 什麼時候完成台灣電視全面的數位化 我們現在當然今年七月是希望 我們希望達成的就是無線電視的數位化 沒有我是全面的數位化 這是第一里路 最後一路什麼時候走完 2014年 2014年台灣的電視全面數位化 是 好還有四年的 沒有不到四年了 四年內的努力的時間 好 那麼七月一號無線數位化之後 其實要無線數位化之前 政府已經投資相當多做數位建設 請問到目前為止總共花了多少錢 我大概報告通傳會這部分 那個新聞局可以報告其他的部分 對對對 我們的職掌範圍之內 我們現在目前是9.2億 新聞局 新聞局 那個王處長可以說明一下 當然也包括 很多的包括傳輸 接收還有很多的設備等等 民國92年到99年 新聞局在硬體部分大概接近30億 30億 那麼包括對公視其實包括數位化的很多的這些輔導 或者是節目還有這些設備等等 數位化的話是過去的六年 真正投給公視的數位化的只有兩次各1億台幣 好 那今年呢我們是給公視1.8億 1.8億是鼓勵他做高畫質的數位的節目 好 包括一些就是傳輸的一些硬體 還有包括接收包括這一次的 一些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區 剛剛的項目都包括在內 低收入戶 好 那麼 其實我也算過了 其實如果 狹義的來講差不多有50億 我們政府周邊 如果廣義的數位的投資 是上百億 但有些不屬於NCC跟新聞局主管的業務 那麼 你知道花了這麼多錢 諸位啊 總共造福了多少人啊 看怎麼看啊 如果是用產業 從全民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全民受惠 我說看得到 看得到 您說看得到 未來看得到 7月1號之後看得到數位節目的 看得到數位節目的啊 那個無線電視 只收看無線電視當然看得到 那如果加上這個有線電視的那個 那個到時候的那個B仔的部分 那是還是一樣 全民 其實啊 無線的部分 在中低收入戶都有10萬個家戶 12萬 上下 是 那麼有線電視數位化的家庭 因為這本身有一些技術上的 切換的不方便 是 事實上只有啊 也只有40萬戶啊 是可能可以看得到 其他將近我想450萬戶以上 因為一些設備還有一些 儀器各方面的問題是很難看得到 那我就統計過這樣的數字來看齁 其台灣只有十分之一啊 在7月1號之後 是看得到我們的數位節目 10%啦 對不對 其實現在都已經不止了 現在已經不止了 因為我們已經關掉67萬戶的涵蓋率的那個 類比訊卡 對呀 我只是因為無線啊 都要在有線裡面啊 要去避載之後才看得到啦 是 大部分現在都是Cable嘛 我意思是說 因為台灣的一個很特別的發展嘛 很多無線就是要在有線 這個台裡面的 對 去避載嘛 事實上 有線沒有數位化 怎麼去避載無線的數位節目呢 有強制規定嗎 有這個能力嗎 現在沒有 現在確實沒有 對 所以 15台的無線台再怎麼數位化 因為我們是有線電視在主導嘛 整個這個頻道 您說就是大部分 對 對 所以這個這種情況只有10%左右 我是算過啦 差不多10% 沒有像想像的那麼多 因為有20%的這個 這個無線數位化 所以都看得到 無線的高畫質的 這樣的節目啦 我指的是 那如果這個樣子 通路有問題 市場不夠 如果我們要業者去投資啊 當然就會有疑慮嘛 這是政策上沒有去打通這個任督二賣 我想主委也同意齁 那我就要問了就是說 製問你知道 拍一集高畫質的偶像劇是要多少錢 呃 您說台灣嗎 在台灣 我想新聞局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新聞局 報告委員 目前我們統計是150萬到180萬 你知道韓國一集要多少錢 韓國平均是200萬到400萬 好 那你知道在台灣回收多少 在韓國回收多少 廣告 廣告我們整個台灣的廣告市場 無限 無限五台 無限四台 能夠一年現在能夠拿到50億台幣已經算不錯了 同樣一集啊 在台灣啊 的廣告啊 大概只有80萬元的廣告 或者是說這個分配嘛對不對 在韓國 基本上三四百萬台幣是沒有問題 我就要指出這些數字上的問題就是說 今天會造成今天產業環境這麼惡劣 我們也不能一味的怪電視台製作品質低劣啊 因為就收不到錢啊 我們沒有一套機制來鼓勵他投資嘛 我們在硬體設備上也沒有解決傳播的問題嘛 所以這個是政策上的 某種的疏失啊 使得我們的產業啊 喪失了很多發展的契機啊 所以齁 我認為NCC 正式是要去做這個事情啊 有限電視啊 的數位化 的輔導 協助 跟促進民間的投資 解決法令政策上的問題 而不是 在現在花 那麼多錢喔 去搞 無限的 數位化 因為高畫質的節目沒有人投資啊 投資完之後也沒什麼地方啊 可以播放 我這樣講我想 很多的 基本上各界都同意的 所以我在這裡齁 我也不是針對任何特定的人 但我要對NCC齁 這個蘇主委 跟我們的這些委員們提出一個譴責 我也會正式的提案 一個譴責案 為什麼 因為 再來就要組成新的委員會了 新的委員要產生了 未來 也可能 主委扮演一個行政首長 必須更有權 權利 我這個沒有針對 特定的 我意思是說 這個委員會在社會這麼多 期待NCC成立之後啊 今天的消極不作為 其實是 造成我們今天 一頭拉股的問題啊 那麼 而且齁 正式沒有說把它搞好 弄這些喔 我是覺得齁 無線電視數位化其實早就應該在過去 好幾年前啊 加速來完成 而且要必須要同時配套 對自播節目 所遇到的障礙要解決 所以啊 我的譴責的 案的內容如下齁 第一點 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浪費公堂啊 效率不髒 第二點 真正事關重要的有線電視數位化 卻是牛部話一般 不斷延期啊 明顯有失職 第三 國內文創產業最惡劣的環境就是電視製作環境 充斥了韓劇跟大陸劇 自製本國劇啊 收不到應有的收益 產業結構出現了重大缺失啊 NCC難辭其咎 那麼我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的一個譴責案齁 我請主席待會處理齁 我想這不分董牌啦 這大家都希望說齁 我們NCC能夠強化起來 尤其在改組之後 那我也提出一些具體建議 第一點 現在大家在批評數位內容的缺乏齁 是因為推動無線電視數位化 齁 那麼 就是說 因為數位內容缺乏在推動無線電視 但是NCC 必須要設計無線電視台的獲利模式 好 不然怎麼會有好的節目 這第一點 我的建議 第二點 我的建議是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期程啊 必須 提早到兩年內完成 給大家一個明確的時間 投資 所有的啊 各方面的硬體 軟體 法令的配套 才會啊 同時來到位 第三個 NCC必須啊 聯合公平會 處理系統台 不公平的分配機制 除了收費分配給頻道台太少之外 也要求要分配給國內自製節目啊 更多 齁的這一個啊 收費 第四個齁 要修法 將ACNelson改為特許制 定取換照 並監督啊 調查收視率的機制 這有一部分是新聞局 有一部分會到文化部 有一部分是NCC 以上是我的 齁這一個 啊 對於過去啦齁 一些運作上的問題啊 我的歸納 那我也希望說啊 能夠在改組之後 有新的作為 我們請主委啊 稍微回應一下 是 報告令委員 我想您大概這個 广告市场来决定产业发展 机身蛋跟诞生机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委员非常清楚 今天有像苹果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公司 它是借由创新来创造市场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未来 应该是用创新来创造市场 要鼓励啊 不是手在这个原来的既有的广告市场 否则业者就永远都不动 因为他就永远是机身蛋诞生机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个林委员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 应该确实就是要有一个 整个跨部会整个动起来 政院的高度一定要出来 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 提升电视产业的一个政策 这个东西出来 我们整个电视才能往前走 我想NCC在这个过去几年 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是不够的 因为外界期望更高 我们应该做的更好更快 这个我都完全认同 但是呢 我想您讲的有一部分的东西呢 我也要说一声 我们其实都在做了 包括您讲的 牛不话了 太慢了 看不上时代 现在都已经 是啊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觉得外界的希望是更高的 我是认为说数位汇流 我们不会也要汇流 尤其现在来一个张善政政务委 您讲的没有错 非常认同您的想法 云端在飞啊 但请他到地上啊 我想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用竞争的概念让好的业者进来 能够创造最好的效益 当然就是造福观众 我想这都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是一起来努力了 所以您提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我也要说 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东西 现阶段 因为数位无线电视能够转换成功的话 我们整个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电视市场 所以我们的政策确实应该要调整了 没有错 我们应该调整了 数位广播要死去了啦 存一斤而已啦 就是政府的政策要做就把它配套 在时程内把它搞定 不然对于业者的投资真的是欲哭无泪 所以请不要把电视的数位化 跟广播电台当时的数位化 这个命运不要再重蹈覆车 我们不会这样子 不会这样子 谢谢 一起努力啦 我是希望 因为4月1号好像产生新提名 7月1号之后有新的委员 8月1号开始 8月1号新的委员会 希望有新的气象 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你